7月18日,河北省河坚市第一实验小学内同生朗朗,63岁的董杰正带领孩子们诵诗经小雅录名篇。 董杰退休前是一位教育工作者,他从年轻时就喜欢诗歌,对诗经更是情有独钟。 然后学起来之后,感觉到诗经太美了,一下子我就喜欢下了,爱不释手了。 据董杰介绍,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西汉史毛亨、毛长曾在河间传授诗经,因此河间被称为诗经故里。 退休后,董杰开始把研习和传播诗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。 为了研究诗经,他遍访名家,现后购买了50多种不同的版本进行学习,仅读书笔记就写了十几万字。 2016年,河间市传统文化协会主办的传统文化大讲堂,邀请董杰讲诗经,由此开启了他传播诗经的历程。 河间是毛实故里,是诗经的再生地。 我作为一个河间人,我觉得有义务和责任,把诗经传播下去。 再有就是诗经当中,确实是太美了。 我被诗经当中的人物,情节和其余个成语时常在打动着。 我就愿意把诗经的大美传播给大家。 据了解,董杰目前已经在当地举办了300多场诗经公益讲座。 学校、剧场、文化馆都是他传播诗经的场所。 听讲座的人既有文学爱好者,也有学生、教师和普通市民。 还有的听众专门从几十公里外的乡镇特意赶来听课。 今天听董老师讲课,我知道了古人在起名字的时候,有的时候给女孩子起名字,经常在诗经里面找文章。 图幽幽,她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诗经。 我也知道了,鹿是一种温和的动物。 听了董杰老师讲课,第一是名礼,第二是沁心,第三是善行,第四是德满。 这是我收获破风的地方。 董杰说,诗经不仅博打精深,还和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 他传播诗经的目的是想让诗经活起来,因此必须把诗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为此,他专门设计了一款充满诗经元素的台部。 在董杰的策划和推动下,当地还修建了一座诗经长廊,让人们在休闲的同时也能感受诗经文化。 打造一个千米诗经长卷,一个千米诗经的景观大道, 这就是305块传播诗经原文的碑林,这就是我出一本诗经讲告的书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